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在这期节目中 我们将关注一个引发热议的事件 当英国查尔斯三世国王 在澳大利亚进行接待会时 维多利亚州独立参议员 利迪亚索普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一事 高喊 你不是我的国王 他的抗议不仅涉及对土著权利的主张 更是对英国殖民历史的猛然指控 呼吁国王归还被剥夺的土地和文化 这一幕震惊了在场的各界人士 查尔斯国王和总理阿尔巴尼斯 在旁低语 而安全人员则迅速将索普带离现场 虽然有些人对他的行为表示失望 认为这是一场可惜的政治表演 但也有人支持他 认为这是澳大利亚民主的一部分 这次事件不仅是对国王的接待 更是对澳大利亚社会中 吐住权力问题的深刻反思 让人们重新思考历史与当前的关系 查尔斯国王在演讲中赞扬了澳洲的进步 但他的言辞能否弥补历史创伤 仍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当查尔斯三世国王和卡米拉王后 抵达澳大利亚的国会大厅时 迎接他们的并非仅仅是列队的贵宾 和悠扬的迪基里度馆声音 身穿附属皮斗篷的维多利亚州独立参议员 利迪亚、索普、利迪亚索普 如同一道闪电 穿越了这场典雅的接待会 直指国王而去 表达他对国王不承认的强烈立场 他的话语 在这座庄严的建筑中回想 你不是我们的国王 你不是主权者 这一声怒吼 震撼了整个会场 让在场的宾客们 无不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历史重压 利迪亚、索普的抗议 犹如响彻天际的雷鸣 毫不逊色于任何政治演说 他直言不讳地指控英国 对土著澳大利亚人犯下的 种族灭绝罪行 要求 把我们的土地还给我们 把你从我们身上偷走的东西 还给我们 我们的骨头 我们的头颅 我们的婴儿 我们的人民 这些话语 不仅是对国王的控诉 更是对整个殖民历史的控诉 然而 这场抗议并未阻止会场的进程 当索普被保安带离会场时 查尔斯国王和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 安三尼奥本尼斯 在讲台上低声交谈 国会氛围转为安静 彭扶在思考这一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 阿尔巴尼斯 随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澳洲不再需要英国的君主 作为国家的元首 并强调 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变的 他的话语 让人不禁反思 澳洲与英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及澳洲未来可能 走向共和的可能性 自由党参议员琳达·雷诺兹 琳达· Reynolds 表示 她当时站在索普旁边 试图阻止任何干扰 她回忆道 我知道她会做些什么 但我以为 她会在国王走过时 才会这样做 然而 索普的抗议 并未让所有人感到不满 商人迪克·史密斯·Dick Smith 则认为 这一抗议 是澳大利亚民主的一部分 他表示 我认为这是我们民主的美好之处 它不会被关进监狱 他的话语 反映了民主社会中 对不同观点的包容 扎尔斯国王在讲话中 感谢了堪培拉的原住民长者 维奥莱特·谢里丹 Antiviate Sheridan的传统欢迎 他表示 我深深感谢 今天早上的感人回到故土仪式 这让 未有机会 像我们会议地点的传统拥有者 南澳的恩-Gandawai人民 以及所有爱护这片 大陆六万五千年的原住民族致敬 然而 这样的尊重 是否能够弥补历史上的伤害 仍然是个问题 这次访问 对扎尔斯国王来说 意义非凡 这是他自2022年成为国王以来的首次澳洲之行 也是自他已故母亲伊丽莎白女王 2011年访问澳洲以来首位在位的英国君主的访问 扎尔斯和卡米拉在抵达后的第一天休息 随后在悉尼的教堂服务中首次公开亮相 然后飞往堪培拉 参观无名澳洲士兵墓和国会大厅的接待会 这场抗议不仅是对国王的接待 也是对澳大利亚社会中 土著权力问题的深刻反思 它让人们重新思考历史与当前的关系 以及澳洲未来的走向 索普的声音如同历史的回声 提醒着我们 那些未解决的问题 依然需要正式于解决 接下来 扎尔斯将前往萨摩亚 开幕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他的言辞和行动将如何影响澳洲的未来 仍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莉迪亚·索普·莉迪亚索尔普 是一位澳大利亚政治人物 以其在原住民权力 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领域的积极参与而闻名 她出生于1973年 是来自维多利亚州的一名国会议员 并且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原住民 具体来说 她属于Gonal Gandhi de Jemera不落 索普在其政治生涯中 一直致力于推动原住民社群的权益和自绝权 索普的背景充满了对社区工作的贡献 以及对原住民事务的高度关注 她在成为政治人物之前 曾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她在倡导环境保护方面也非常活跃 这部分归因于她对土地权利的热情 这是她作为一名原住民的核心信念之一 作为绿党的成员 索普于2017年首次当选位为多利亚州立法议会的议员 这使她成为第一位代表该州的原住民女性议员 在议会中 她专注于推动原住民条约 气候变化政策以及社会福利等一体 她的选举胜利不仅具有政治意义 还象征着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和原住民社群 在政治领域的增强影响力 在她的政治生涯中 索普不断呼吁进行体制改革 以更好的尊重和融入原住民的权益 这包括倡导重新审视澳大利亚的宪法框架 以承认澳大利亚原住民 在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和历史贡献 她的工作得到了一些进步主义者 和社会运动团体的支持 这些团体同样致力于推动 更具包容性和公平的政策 索普的政治立场和言论 有时会引发争议 特别是当她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的政策 或者在公共场所进行抗议时 然而 这些行动也显示出她 对于推动政策变革的决心 并且强调了 她希望通过政治活动 来改善她所属社群生活状况的承诺 数据方面 索普在议会中提出的多项法案和政策建议 直接影响了维多利亚州 及更广泛的澳大利亚社会 她在倡导原住民条约和土地权利的运动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并促使政府在原住民事务上的政策 更加透明和负责 利迪亚 索普的政治生涯体现了 她对原住民文化和权利的坚定支持 并且成为澳大利亚政治中一位重要的原住民声音 她的工作不仅影响着当代的政策制定 还为未来的原住民政治参与树立了榜样 索普的事迹继续激励着许多年轻的原住民和其他少数群体 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并为自己的权益发声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其器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其器 利迪亚、索普的抗议行为是对历史不公正的勇敢呼吁 查尔斯国王作为英国君主象征着殖民时代的遗产 而土著人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了巨大的苦难 索普的言辞直指殖民时期长期以来未被证实的问题 要求归还被剥夺的土地和尊严 这是他作为土著代表应有的权利 历史上土著人民在殖民过程中遭受了大量不公正对待 这需要被证实和解决 虽然索普表达了他对历史的不满 但国会接待会上的抗议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 查尔斯国王此行的重点是推动环保问题 这是全球共同关注的议题 而索普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注意力 参加这样的重要场合需要保持基本的礼仪 否则不仅会影响其他嘉宾 也会使得他的诉求因行为不当而被忽视 正如谚语所说 不在乎谁说话 而是怎么说话 抗议之所以选择在此场合进行 正是因为他提供了一个无法忽视的平台 索普的行动是希望引起媒体关注 以便让更多人了解土著人民面临的问题 再者历史上的社会运动 例如美国的民权运动 往往也采取过激进但有效的方式来引起关注和推动改变 因此索普的做法虽然不符合传统礼仪 但其目的在于推动一场更广泛的社会对话 这是值得赞许的 确实 历史上有很多运动使用过激进手段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情况下都适用 索普的抗议行为被一些人视为一种表演 可能削弱其诉求的严肃性 与其在公开场合抗议 不如借助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在国会内部推动立法变革 这样才能实现实质性的改进 通过合法和制度化的途径更能够获得持久的效果 然而索普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 是因为他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可能受到了阻碍 当制度本身对土著议题反应缓慢时 抗议成为一种必要的手段来引发公众关注 历史告诉我们 当合法途径无法及时回应需求时 抗议便成为推动改变的催化剂 因此索普的行为是对制度缓慢反应的有利回应 制度之所以缓慢 是因为其本质上需要考量各方利益和影响 即使抗议能够一时引起注意 但没有后续的政策支持 诉求也难有实质进展 更何况 抗议可能激起更多反对意见 使得原本有可能得到的支持因此减少 索普需要找到更为中庸而有效的表达方式 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土者权益的进步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奇奇德辩论维绕里迪亚 索普的抗议行为展开 两者观点鲜明 辩论过程中展现了不同的思考角度 舆论正计较 楚天书强调 索普的抗议行为是对历史不公的呼吁 并指出殖民历史对土著人民造成的深重伤害 他认为 索普的行为虽然不符合传统的礼仪 却能有效引发公众对土著问题的关注 进而推动社会对话 他的论点有一定的历史与社会学基础 提到历史上许多社会运动的成功都源于过激行为 这样的比较让人思考抗议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微妙关系 相对而言 写齐齐的立场则更为务实 他指出 抗议行为可能转移对于当前重要议题的注意力 并且强调在国会这样的场合中应该遵循基本的礼仪 他的观点让人重新审视抗议的效果 特别是在涉及政策变革的过程中 合法 制度化的途径是否更为有效 这样的思维方式无疑是对于抗议策略的一种反思 整体而言 楚天书的论述虽然情感充沛 但在时政上略显薄弱 尤其是在提到社会运动的历史时 若能具体引入更多成功与失败案例 将使论点更具说服力 而谢齐齐的论点则显得更理智 但在某些方面过于保守 未能充分考虑到在制度反应缓慢的情况下 抗议的必要性 两者的辩论展示了行动与策略之间的张力 显示出在推动社会变革时所需的多元思考 总结来看 楚天书与谢齐齐的辩论为我们提供了 关于社会抗议行为的思考 无论是对抗议的支持还是反对 都是对立诗与现实的深刻反思 未来 我们应该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 寻求更加有效 且具包容性的解决方案 以促进土著人民的权益进步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在一场意义深远的抗议中 维多利亚州的独立参议员丽迪亚 索普 Lydia Thorpe 在查尔斯国王的澳大利亚访问中 打断了接待仪式 声称他不是他的国王 这一场景如同电影剧情般引发了现场的震动 索普的诉求中充满了对历史的控诉 要求将土地和文化归还给土著人民 这场抗议不仅是针对查尔斯国王的个人行为 更是一个对殖民历史的全面控诉 让人不禁思考澳大利亚在殖民统治下的历史创伤 这场事件的另一面 查尔斯国王与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低声交谈 反映出政治领袖在面对历史遗留问题时的唯妙立场 阿尔巴尼斯暗示 虽然查尔斯国王对澳大利亚表示尊重 但澳大利亚未来的宪法安排仍有商讨空间 此时 历史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在会场内外蔓延开来 不过 这场抗议并未能使所有人认同 前总理托尼·阿伯特和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基斯 佩恩对此表示不满 认为这是澳大利亚精神的不恰当展示 然而 商人狄克 史密斯却认为这是民主表现的自然部分 展现了不同声音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存在 这种多元的反应表明 澳大利亚社会中对于殖民历史和民族认同问题的分歧依然存在 查尔斯国王的访问不仅是一次外交活动 更是澳大利亚身份认同问题的一次深刻体现 在演讲中 他呼吁澳大利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强调这片土地的自然潜力 然而 这种对未来的关注是否能够平衡过去的历史负担 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场事件之后 澳大利亚的共和辩论再次浮出水面 显示出国家对于英国军主制的角色态度仍然矛盾 在这场访问中 查尔斯国王参观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 并与公众互动 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弥合过去的伤痕 这样的努力能否成功 还取决于澳大利亚未来的政治决策和社会转型 在这场关于历史身份和未来的讨论中 利迪亚索普的抗议声音无疑为这次英国王室访问 增添了复杂性和深度 让人们重新审视澳大利亚的历史和其未来的可能方向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